据报道,11号菲律宾和美国举行2加2部长级对话会并发表联合声明 无端指责中方近期在仁爱礁相关海域的有关行动 并提及2016年所谓的南海仲裁裁决 声明还称,双方将推进美在飞新增军事基地快速部署 对此,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对美菲发布的联合声明表示严正关切和强烈不满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 美菲声明歪曲抹黑中方正当合法海上执法活动 甚至无中生有对中方进行造谣污蔑,中方坚决反对 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,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是非法的,无效的 中方不接受,不承认的立场 是明确的,坚定的 我们愿同有关国家通过谈判协商,妥善处理海上分歧 但将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关于美在飞新增使用军事基地时,我们已多次表明中方立场 中国有句话,叫事实胜于雄辩 从美国在飞新增基地的点位看,其意图已不言而喻 此次美飞在联合声明当中强调 要推进在新增基地的快速部署 相当于对其意图又做了个注解 汪文斌指出,中方一直主张亚太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 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,关键在于地区国家坚持相互信任 团结合作,牢牢把自身安全的生命线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再次提醒有关地区国家 一味迎合域外势力,不仅无法维护自身安全 反而将加剧局势紧张,危害地区和平稳定 也必将殃及自身 discrimingef练带话